大家好,歡迎收看古壇 Mastermind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Simon Simon 你好 第一次就給你了 你不要亂說 做節目 你第一次給我我未必要 但我已經給了 那怎麼辦 看港股 這個星期都是在一個波幅區間 大概是28,600左右上落 好像升又升不下 跌落28,000的時候又馬上升上來 其實是否要觀望 明天他們集特會再談的時候 才可以知道有一個大方向 當然 整個禮拜或之前都還在 斟酌著集特會會出現些什麼 大家的觀望氣氛都濃 所以這個禮拜其實是 在高位做期指結算 然後成交就會弱 你不相信的話可以看回我上個禮拜 我也是這樣說的 確實是 這個問題當然 今個禮拜已經過了 明天就是集特會 有什麼結果都好 其實睡醒後明天就知道 下個禮拜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明天的集特會就是最關鍵 我自己也估計 這幾個禮拜都說了一次 我估計應該是正面 但又不是說很正面 但又應該不是叫做負面那一隻 即是說下個禮拜都可能 好像這個禮拜那麼悶 所以下個禮拜我決定放假 其實一早已經知道 下個禮拜很悶 所以我放假 但因為其實都見到美國財長 之前早幾天就說過 可能國協議已經傾成九成 但其實是否那九成是完全不重要 是那一成才是最關鍵最難談 可能應該是 即是其實我不知為什麼 他說九成 即是怎樣去談了九成 如果你說有十個項目 談了九個項目 那就是九成 你跑了百米 跑了九十米 就是九成 但你知道協議裡面 其實幾多成都好 你最關鍵的 就是最後那個簽名 最後那一成 是的 那個簽名他不肯簽 剩下一個百分之 或者0.1%不肯簽就是不肯簽 我理解你九成 就是九成九成九 就是九十九點九 所以說這些 其實我覺得意義不大 意義最大 就是明天的集特會 說完東西出來之後 兩邊會有什麼交代呢 市場收不收貨呢 這些才是關鍵 今天之前說的話 完全是廢話 不需要再來 但是也是預期下一個禮 可能明天也是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可能也是等明天就快 已經知道了 但是預期如果 就算是沒有什麼好消息的話 主要都是這個水平 就是兩萬八個走不立 兩萬八至兩萬八千六 終有一天走得掉的 沒理由困得那麼久 那天不知道什麼時候 假設明天說話就叫做正面 但又不是說很轟烈 也不是負面的話 淡然過了 其實市場很快就會 吞回另一個焦點 就是美國減不減息 就算你說 現在醞釀美國減息 就算做最後減也好 不減也好 市場都會搓一搓的 搓的方向現在言之常早 因為一距離美國的議息會議 還有幾個星期的時間 到之後可能去到七月底 或八月上旬 就要炒中期業績 那個步伐大概要炒的焦點 港股大概是這樣 但是中間當然整個七月 都要夾閘其他很重要的事情 例如科創板 七月中就應該出場了 還有去到七月中的時候 中國的經濟數據 但是大致上 整個時間表要看的事情 就是這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 會不會令到市場很高 或者很低 我覺得未必都會 所以我想整個七月 都在門路抽筋 即是預料的消息 應該都是沒有特別驚喜 因為他之前就說 減息預期降溫 但是他又說到 中場期的時候 都是會再看看怎樣 都是的 你都說得對 應該都沒有特別的事情 有特別的事情 會通知你 那時候 你有跟你的朋友去聊過 你兩個朋友 哪兩個朋友 阿特朗普 阿Piano和Candace 其實都有跟他們去聊過 其實 他們對國際時事 都有些認識和體會 有空可以訪問他們兩個 不要浪費 有個說 你男主持多帥 有沒有Facebook加個朋友 這樣跟網友說 麻煩你睜大眼睛再看清楚 是的 其實我是主持 他以為我是主持 你是潮位 你是中環潮位 剛才也看到你 在科創板說是開版 其實是否都可能 對一些中資圈相估 又利 還是已經都 體現了 因為之前已經升了 已經 還有 科創板應該會成功 因為第一隻就出了 即是說了名字 定了價馬 做幾日 很貴 超貴 我想成功 因為 你看看 科創板的開戶人數 也有二百多萬個 每人有五十萬 在帳戶裡面 我想他們會抽 二百七十萬人 每人有五十萬 二百七十萬成五十萬去抽 也有幾百倍次下認購 即是中簽率一定低 中簽率這麼低的話 通常開局的時候 都可以炒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不是炒 我們不是抽那隻科創板 問題是 那些券商股有沒有幫助 我想幫助不會沒有 但又未至於太大 同時間券商股 相對比較擔心的 就是中期業績 所以券商股也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上半年的業績 應該都不太行 即是等八月 七、八月 是呀 剛剛提到廣告大師方面 即是在講習特會那邊 其實這陣子的官網情緒很濃厚 金價早上升到六年高位 現在還在一千四百多美元 那裏徘徊 一千四百多? 一千四百二十左右 對 主要是那裏徘徊 因為你要知道金價 其實很多人炒過金 都是用槓桿 一千四百多 一千四百九十也是多 一千四百三十也是多 但相差六十元 是擴大槓桿很厲害 所以有些網友看 金價一千四百多 一千四百九也是 可能很興奮 其實不用興奮 其實今個星期金價上升之後 就站在那裏 一千四百二十多 那這些一千四百三十 是一個很大的阻力位 當然你說阻力位 我用來破 因為上次1360 1360也是大阻力 一下就破了 然後突然衝上1430 金價我也不敢說 之前有人在1340 那時問我 金價行不行 我還跟他說 1360破到 幸好我沒有發毒勢 他那晚就破了 一千四百三十 所以金價很難預料 而且美國 我始終覺得 美國未必會減息 如果美國不減息 美金抽回上去 金價便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七月可能會抽回上去 第一 第一 美金跌了一段 第二 歐羅似乎在高位 也未必能站穩 所以如果你說其他貨幣 跌回美金抽回上去 金價也會相應跌 如果你這樣說 美金都跌了 你覺得他有可能會升 那是否其實 金價可能那些相關黃金ETF 或者金礦股都不要賣 沒有 都是看到可能是七月尾 在意識的時候 再觀望一下 ETF未必會太重要 因為ETF的上落不大 就算你金價跌30元跌40元 ETF有多少 不是太多可以頂得住 但是黃金股相對又要小心一點 因為今天的金礦股都升了 大件衛商都好像升了兩三百分 但是到美市的時候 還是可以回回 回回回 因為始終金價要跌到1430樓上 不是不行 但是不容易 明白 你在這裏 大師沒有進來 不要緊 下個星期就找大師一起做直播 可以見到他 不是我就是不想見到他 所以我覺得你在這裏也有個好處 可以坐訓 因為你在這裏 大師不在這裏就會比較好 因為大師經常聊女生 我那天他個人這樣不行 可能他見到 我本身來說 我又不會聊女生 大家有目共睹 可能他看完今天的直播 可能都會有興趣 有興趣和我一起做直播 他說你的聲音很嘻嘻 為什麼呢 不是葛花還是葛亞 都是這些 不是葛花 是聲音 可能他覺得我會 很快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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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節目 你先問一下 還有看到其實 可能你都是偏向 可能覺得市場是看好一點 哪方面 對習特會 可能是偏向好一點 其實每個人都看得偏好的 但是見到 有消息 消息也未必可以盡信 就說美國都未必可能 就是華為都可能 是他們一個重點要談的 都是說美國未必會解除相關禁令 如果相關那些 可能中興 信譽工學這些 那些小心點 我覺得 其實已經升不少 因為我在上個星期 你們的報章裏面的專欄都說了 我覺得貿易戰關稅是可以談的 談的就是未打過三千億 應該可以談 應該會拖延的 但是華為就會打到底 即是美國那邊會打到底 即是他講的一成最緊要 剩下的一成最緊要 就是華為 可能是 是的 華為應該會打到底 即美國不會這麼快 這麼輕易放過他 但是對手機相關股 其實我覺得影響 又未至於太大 因為跌就很多跌了下來 還有市場的焦點 亦都很清楚 就是我理得你美國制裁華為 即是華為有中國市場都可以 但我覺得沒有那麼輕易 會放生於華為 雖然你會聽到今個星期 最大的消息 就是有些美國公司 就繞過美國的制裁 去幫華為 即是這些消息 我覺得很厲害 你以為美國政府不懂 但是被你繞過之後 他可能又會再出過 只要再禁過 這個世界上有哪間銀行 可以繞過美國政府去搞伊朗 沒有一間繞到的 你懂得繞人 你都知道你繞的 對不對 沒有得敢繞發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有些企業 可能 某程度上 一些功課系統 就改了 去將就 先將就華為 以及避過這個制裁 但是 美國政府一打電話 即刻這些全部 很簡單 過去來講 這麼多年以來 有什麼銀行 避開了制裁 可以做伊朗 北韓的生意 是沒有可能做到 知道的話 你找灰色地帶 避開知道的話 罰得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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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問渣打問回風 更好 他們更清楚 但見到 如果你說起這個 說 人們繞開去做 一些事情的時候 見到內銀股 可能早前招行 好像有消息 被美國法院說 是違法一些制裁令 但是見到 不過招行都已經否認了 不過見到股價 怎樣 都是 今天都有 今天應該都有 繼續升上去 升上去 升上去 但就未去回跌之前的位置 不是 我覺得招行北韓的制裁 是浪費鬼氣的 即是 我是招行 我是交行 我是蒲發人行 我都廢話事理他 那 當然在那個道義上 你不可以不理他 但是 他們完全可以解到位 其實就算你說 美國真的要制裁他 其實 做法都很簡單 交行那些 美元業務 就交給匯豐 匯豐話勢差了20% 招行那些 就交給中國銀行 總之一定有銀行交出去做 所以問題就不大 反而來講 招行始終 就是這星期的私募基金 即是中金國稅交給那件事 那件事其實是影響深的 交了幾天 今天 招行都未出來交代 真是未出來交代 不交代拖得太長的話 要不就市場不記得 要不就市場會覺得你是新有市 所以你就不敢回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最大件事 對招行來講 我都很痛心的 因為我很喜歡招行 關於招行之內銀股 可能是否建行你都提號 我印象中之前 是啊是啊建行都提號 有什麼問題 沒有就是看看 如果建行現在是否都買得過 是內銀股來的 我覺得是內銀股 就是吃之無味 氣之可惜那隻 你買了我又不會反對 因為你一定說我收息的 我催你不著 但你不買的 我覺得OK沒問題 因為你今天不買 你下個禮拜買 或下個月不買 我想都是差不多的價格 沒什麼大上落 明白明白 見到有觀眾都說 多日問中煙 今天都想說一下半新股 見到中煙也有創新股 今天再升一成八 價值股價都升成倍幾又多 是否真的這麼值得賣入呢 看你用什麼態度去看 如果你長線我覺得OK 因為始終是一個 在股票市場裡面的 稀缺產品來的 稀缺產品就是說沒有選擇 因為它好像都壟斷了大陸的市場 它不是壟斷的市場 大陸的煙市場沒有人可以壟斷 大陸的煙市場大得太厲害了 沒有人可以壟斷 它是做出口為主 我的稀缺就是 你要買大陸的香煙市場 其實是沒什麼選擇 這隻也不是最直接的 不過它是唯一一隻做出入口 所以你覺得大陸的煙市場大 全世界的煙市場大 你唯有它 那這些稀缺的股 那些基金一定賣 因為你是說中國的大消費市場 中國的煙的消費 其實是沒有統計的 因為大到不會統計 那麽大的大消費市場 要選擇的股又不多 突然有一隻的話 一上已經被人買乾了 買乾了 所以貴了哪 每人去搶哪個貨 所以不斷升 股值是貴的 而且業務風險都大 因為它始終是做出入口 中間有很多數 很不明不白的可能有機會 但沒辦法了 因為基金都不夠貨 硬追的話 這些風險因素 大家當然放在一旁 追得多少 我想它還可以升 但如果賣入 現在買入的話 風險就覺得很大 現在買入 我又不覺得風險會很大 但現在買入的話 你有個耐性 你要知道你要長渣 你不要搏 每天有十幾個百分比 其實情況跟之前的6098 碑桂園服務一樣 又是第一隻的物管股 然後基金看到這麼大隻 又第一隻 又有收租概念 又等等 慢慢買到現在 其實情況差不多 股價股票市場的稀缺性很重要 因為大陸沒有歸邊這兩個字 歸邊就是稀缺 大陸沒有離譜這個字 所以他們就不靠譜 香港真的離譜 他們就不靠譜 它總是要調轉的說法 我們香港就是 這些貨很歸邊 他們就說這些貨很稀缺 明白明白明白 說起半生股 早幾日前嘗試的感恩新值 都升得很厲害 但今天跌了一整天 你沒辦法 因為始終它是新股 頭幾天 你落了上去的話 當然有些兒媽姑姑姑 親戚朋友說 有錢賺我走 當然是劈了 都是獲利盤 一定有獲利盤 因為升了很多 這隻我不熟悉 這隻感恩新值我不熟悉 它本身的業務不熟悉 但它的行業我都熟悉 行業大有作為 可以再留意 可以留意 但當然它不像中煙一樣 有個稀缺性 大陸做生殖的公司 真的多得不得了 就算香港在尖沙咀 看到很多 在廣東道那些 很多醫務中心 都一定有生殖服務 代產 人工受孕 買大小 買性別 龍鳳胎 雙胞胎 七胞胎 全部都可以做 你有興趣嗎 介紹給你 可以留意一下 留意 可以走 對 講完判身股之後 不如看重磅股 今天是比較偏遠 沒什麼特別的 不過都是跌多性 內房股 中海外 還有體品股 李寧都有些追捧 體品股那裡 你怎樣看 因為見到李寧其實 是早幾天發了 迎起 之後都已經升了 兩成 大行又長好 其實我覺得 港版體育用品股會好聽一點 嗯 體育用品股 體品股 我接受不到 體育用品股 體育用品股 你怎樣看 體育用品股 我覺得兩個字形容 很貴 李寧真的很貴 而且時裝的東西 始終我不太理解 但李寧那些我真的接受不到 有人跟我說 潮牌 我不理解這個潮牌 其實他也有出去做一些 好像是想把名字打得更加國際 在外面做一些show 看到他們已經有去了 其實很多大陸牌子 不只是大陸牌子 很多牌子都出去打過show 做過cat walk 叫潮牌 我經常都去泰國 你又不見我做潮仔 潮泰?太潮? 太仔?太潮仔? 沒有的 當然他是很賣的 去年巴黎第一次叫我 Cat Rock之後 令到他的形象很鮮明 但形象鮮明 跟我本身的風格不合 說真的 你送件給我 我真的未必會穿 你未必會穿 但是 很多人會穿 我未必穿 難怪誰不像 很多人會穿 我不太理解 我不太喜歡這個產品 買到這麼貴 我就有興趣不大 研究可能覺得貴 但前景方面值不值得 我不覺得有什麼前景 因為你說他突然是潮牌 他都可以突然不是潮牌 老實地說 你會不會覺得 likey是一個潮牌 你會不會用潮牌來形容這個likey呢? 你會不會呢? 你會不會有人跟你說 嘩 Simon 你穿個likey 波鞋 很潮牌 有沒有人跟你說 沒有啦 我小時候都穿到現在 就是 所以 所以likey 他不會把自己的牌子 變成一個潮牌 潮 潮你的海都知道 有高潮有低潮 是嗎? 你先知道 女主持 一定是想事情 你要標籤自己的潮牌 你預算有高有低 但likey 也不會說我是潮牌 他只會開一隻產品的網絡 告訴你是潮牌 當潮沒了的時候 就是另一隻 所以李寧現在說是潮牌 我們擔心有高有低 你知道李寧一低的時候 一低十年 一高就只有半年 他是回到 2011年的水平 李寧的管理層 我以前很熟 所以我免得說這麼多 不是很棒的 到現在都不是很棒 不過可能就是 突然之間 時來運到 巴黎的Cat Rock做得成功 接著回來 出口變內需 回到大陸 很棒 很喜歡穿T恤有李寧的樣子 我真的接受不到 我穿T恤有李寧的樣子 接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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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看到 不如回答我 看了那麼多問題 不如看看觀眾的問題 所以你終於肯看他們的問題 是的 一直都有看 不是 因為我們一向都不理他們的問題 你終於肯接受他們的問題 不是 我一直都有接受他們問題 只不過是我還沒時間 去回答他們的問題 是的 然後看到有觀眾 就想問中電 可能覺得近來都是 不知買什麼好 可能買下這些公眾股票 中電都可以的 中電我上兩個星期去的那個 刑警我都說了 都分析得很非常詳盡 也都是概括了很多不同的角度 大家可以看回兩個星期 前的星期五的節目 我記得我講過 如果不是這個節目講過 都是其他節目講過的 如果你百無聊賴的話 我覺得中電可以的 消化了是現價的 現價買得入 我不會那些戴頭盔 都可以的 等它跌多20元 我絕對不會這麼說 我覺得這些位置可以試一試 但你是要等 等候 還有風險就是 今年的派息一定差 估計下年的派息 會維持到 即是維持到在高的水平 今年一定會削一半 如果再百無聊賴之中 你想刺激一點 我也是這樣說 你搏350元就是騰訊 我搏騰訊好過 這些進可攻退可守 進可攻的就是騰訊 退可守的就是中電 看看你怎樣選擇 現在的投資策略 都是看看你是個什麼人 即是說真的 市場沒有方向 你可以不知道明天集特會會怎樣 甚至乎你知道明天集特會會說什麼 你不知道市場反應會怎樣 所以謹慎些 拿些位置拿得盡些 不要強行追貨回來 即是前期的 即是今天之前的 升得多些 不要下個星期去追著 反而來說 沒有什麼升過 沒有什麼動作 你才摸回頭 可以直撥率會高一點 但沒有什麼升過 因為通常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即是一個很大的 topic 繞釀了很久 去到一個階段性的終結 這個階段性終結之前 總有人走得快些 有人走得慢些 一個終結結完之後 大家再在起步點走過 前期走得快些 爭著那期便會走得慢些 明白明白 人生就是這樣 真的 你想想你考會考前 你考會考前 你發覺個人真的很好 讀書又厲害 老師又讚你品學兼優 但考完會考 萬一你的會考壞了 你這個人生就壞了 你不會記得 你考會考前 老師讚你又禮貌 人又很開朗 你忘記了 你只記得會考你壞了 之後那幾年你就退下去 那個差事就是這樣 所以人生一件事 出來了之後 前面那些事情 你會忘記 你會從前和後 反過來做 那你現在的人生 我人生經歷過太多了 所以我每個小時都會變一次 你們都不同 有女生又有男生 現在都不錯 對 幾多樣化 對 我們回答多一條觀眾問題 有觀眾問月文怎麼看 應該是今天出了一個數據 就是他們的自家手遊 辛斗羅 辛斗羅? 辛斗羅是他們的 充值額是4億人民幣 然後今天呢 就升了成一成那麼多 這隻你怎麼看 月文的話 月文就沒有辦法了 他要轉型做遊戲 即我不知道他現在 他有一隻遊戲 這個辛斗羅我未看 我不知道的 雲斗羅我就知道 嗯 我們小小玩開雲斗羅 轉遊戲也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月文呢 受到網上文化的改變呢 就影響得很厲害 因為你知道之前 就是有些作家 就作了一些不應該作的東西 的文章 的小說 跟著就十年二十年這樣坐 所以就很擔心 那還有 就是月文裡面 很多的小說都是一些 就是改編了一些電視劇 那現在電視劇的 尺度又管制了 內容又管制了 那所以月文都很擔心死了 接下來沒有輸出 沒有人敢寫 那怎麼辦呢 那沒有辦法 他現在不知為何 可能他想轉去做手遊 即是你對他 他的主要業務 那些事情 可能前景你覺得是有些 本來我覺得 做文化類的前景有的 大陸人也很多人看書 但是因為那個內容上面 的管制越來越多 他就寸步難行 都是政策方面 可能會影響 但你不知道他到時候 你知不知道在大陸 以前很多 現在還有一些電視台 那些節目是讀書的 是讀書的 很多人聽的 什麼叫讀書呢 就是一本書 讀出來 在電台讀出來 讀出來給你聽 是很多的 很多人聽的 很多很多人聽的 讀書的風氣 大陸是好過香港很多 香港讀書的風氣是零的 哪有人讀書 哪有人看書 沒有人看書 看東網Money18 看一集好過100本書 看你做直播 真的 看我做直播 真的最好 今天直播就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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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